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美国》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全美国疯狂 周一将有多达2250万人请假 我当时一想到来美国 我眼睛都发光了 川普这样重炮猛轰司法部 美国爆发街头枪战 一度发布就地避难令 英伟达市值等于香港挂牌中国公司的总和 请大家收看 全美国疯狂 周一将有多达2250万人请假 网友 第58届美式足球超级杯将在拉斯维加斯举行 今年的比赛赌盘吸引了全国近6800万成年人下注 创下历史新高 根据最新民调 民众对超级杯的关注度远超过情人节 预计超级杯隔天周一 全国将有多达2250万人请假 根据赌盘 球长队与49人队的赔率几乎相等 约有47%的人下注球长队获胜 44%的人下注49人队获胜 此外 球长队近端封凯尔西与流行天后泰勒斯的恋情也吸引了民众的关注 根据民调 约73%的人表示会观看比赛 超级杯隔天周一 约有1610万劳工会请假一天 2250万劳工会请半天假 4500万人坦诚隔天工作效率降低 我当时一想到来美国 我眼睛都发光了 网友 刘立阳是一位来自中国河北的移民 他冒险跋山涉水来到美国 但抵达后不久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他努力接受治疗 但最近得知他的临时白卡即将到期 如果无法取得白卡或成为公民 他将无法继续接受治疗 他来到纽约基督教教生步道团求助 希望得到医疗和资金方面的帮助 刘立阳表示自己是因为国内疫情无法继续经营电商而来到美国 他希望能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梦想 同时他的父母和女儿都需要依靠他 他表示自己多次想过早点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与好心人交流后又有了希望 牧师陈翅告诉他心理调节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并表示可以在其他需求时向外求援 川普这样重炮猛轰司法部 网友 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都面临着 与保留机密文件有关的指控 但调查结果却截然不同 特别检察官徐锦的调查报告认定 拜登在副总统任期期间刻意保留了这些文件 但最终决定不起诉他 而川普则面临着40项指控 包括不当处理机密文件和试图阻止政府检索文件等 他一直否认有罪 将于2024年5月受审 川普对拜登不被起诉表示愤怒 并称这是选择性起诉 美国爆发街头枪战 一度发布就地避难令 网友 在这起街头枪战事件中 警方表示 嫌疑人之间存在个人恩怨 这导致了枪战的爆发 目前 警方正在全力追捕嫌疑人 但尚未逮捕到任何人 警方警告当地居民要保持警惕 并呼吁民众提供任何可能有助于破案的线索 这起枪战事件引发了当地居民的担忧 许多人在事件发生后被要求留在家中 并遵守就地避难令 当地学校也采取了安全措施 确保学生的安全 警方表示 尽管事件发生在市中心 但他们已经控制了局势 目前当地居民可以恢复正常生活 这起街头枪战事件再次引起了 关于美国枪支暴力问题的讨论 许多人呼吁 加强枪支管控措施 以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 然而 枪支权益组织则主张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 认为 加强枪支管控将剥夺人们的自我防卫权利 目前 美国在枪支管控问题上存在分歧 并且难以达成共识 英伟达市值等于香港挂牌中国公司的总和 网友 辉达NVIDIA是一家高效能图形处理器 GPU 巨头 近期传来喜讯 首先 辉达的市值突破了一兆7000亿元人民币 相当于香港恒生指数上 所有中国公司的市值总和 其次 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 被选为美国国家工程学院 V2024年的院士 这是对他在人工智能 AI领域的贡献的高度认可 辉达去年的股价飙升了239% 今年至今的涨幅为41% 根据美国银行的首席投资策略师 哈奈特的说法 过去两个月 辉达的市值增加了6000亿元人民币 目前只有4家美国上市公司的市值超过了辉达 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低迷导致股市下跌 哈奈特认为 考虑到中国股市的现状 投资者可以选择管理良好 资产负债表健全 盈利强劲的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 作为低息机会 辉达目前在全球GPU领域的市场份额 超过90% 其A100和H100芯片供不应求 成为人工智能热潮中 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辉达的市值 去年突破了1万亿元人民币 现在正在迈向2万亿元的关口 黄仁勋的入选国家工程学院院士 进一步证明了 辉达在技术创新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地位 美股创1972年以来最佳连涨记录 网友 2024年初 美股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标普500指数 占上5026点 这一轮牛市行情 得益于财报季企业盈利加速 AI热潮的持续 以及美国经济乐观的基本面 然而 一些投资者担心美股估值过高 市场回调是早晚的事情 标普500指数 目前的市盈率 已经接近上一轮牛市顶峰时的水平 而7巨头的市盈率 更是大盘的两倍 历史数据显示 每次美股大盘突破关键整数位后 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起稳 小盘股的表现 往往与美国经济状况紧密挂钩 今年以来 代表小盘股的罗素2000指数 累计下跌约1% 比2021年的峰值低了20% 与此同时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等官员 一直给市场三月降息的预期泼冷水 信贷担忧又开始卷土重来 种种迹象 让一些踏空的投资者相信 昂贵的美股大盘 不久后就会出现回撤 目前美股市场呈现为 罕见的科技赌掌型牛市 强劲财报驱动下 除特斯拉外的六大科技巨头 对股指的拉动 让市值加权的标普指数 表现远超标普等全指数 然而 野村分析师认为 英伟达财报爆雷 或美国经济过热 引发的通胀重燃 都有可能终结这轮美股的涨势 英伟达目前市值 逼近七巨头中的老四亚马逊 其财报表现备受关注 此外 美国通胀数据显示 通胀仍在稳定下行中 但一些投资者仍担心 通胀可能重新加剧 边审谋杀案 边发信息500多次聊天 法官辞职 网友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法官 索德斯特罗姆 因在审理谋杀案时 使用手机传信息 浏览社交媒体而辞职 据报道 他在法庭上 与法警进行了500多次的信息聊天 其中轻烈地讨论了检察官 律师 陪审团和证人 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凯恩 指责索德斯特罗姆的行为失职 且具有偏袒性 缺乏担任法官的能力 索德斯特罗姆自愿辞职 并将因为不当行为受审 这起谋杀案的被告马查尔 已被陪审团裁定 二级谋杀罪成立 目前正在服刑 美国女子想睡觉 竟将婴儿放入烤箱 网友 总结 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 发生了一起可怕的事件 一名女子将婴儿放进烤箱致死 救护人员抵达现场时 发现婴儿身上有明显烧烫伤 当场宣告死亡 女子被指控危害儿童等罪嫌 目前尚不清楚 女子是如何将烤箱和婴儿床搞错的 案件令办案人员感到沉重 希望能厘清真相 白宫推动芯片研发 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将上路 网友 白宫宣布将投入110亿美元政府资金 用于半导体研发计划 作为美国芯片法案的一部分 这一计划的核心是成立 美国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 该中心将负责先进半导体技术的研究 与原型设计 此外 中心还将设立一投资基金 协助新兴半导体公司 推动技术商业化发展 美国商务部长表示 这个计划是政府 产业客户 供应商 学界 企业家和创投资本家的合作成果 旨在提升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竞争力 此外 芯片法案还包括成立先进封装制造计划 和数个新的美国制造机构 商务部还计划在未来两个月宣布数个重大的芯片制造奖励案 百科莱家大酒声枪响 华人妈妈紧急去车接女儿 网友 美国加州百科莱家大校园发生枪击事件 枪手连开九枪 但无人受伤 最终被捕 事件导致学生和家长感到惊恐 质疑学校警报系统的不足 学校发布的警报邮件并未明确指出是枪击事件 而是称其为严重袭击 家长认为学校应该更加重视枪击事件的严重性 并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来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截至目前 学校尚未对此事做出回应 拜登说 国会若未通过援武法案近乎犯罪 网友 总结 美国总统拜登在会见德国总理舒尔茨时表示 如果美国国会未能通过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法案 那将是近乎犯罪的疏忽 舒尔茨表示 德国也准备通过交付武器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 美国大退休潮又来了 可能带来用功短缺 网友 近几个月来 美国的退休人数再次激增 超出了预期 预计这可能为劳动力市场带来风险 因而潮一代的老龄化是导致退休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 新冠疫情也加速了退休人数的增加 形成了所谓的大退休潮 同时 美股和房价的上涨 美联储的降息预期以及通货膨胀的下降 也可能促使更多人选择退休 此外 雇主要求员工回到办公室上班 也可能推动更多人选择退休 数据显示 65岁及以上工人的劳动力参与率在疫情后有所下降 这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用功短缺 然而 最近的非农就业数据远超预期 这是因为近期非法移民大量涌入参加工作 补上了退休潮带来的劳动力缺口 美国移民局2023年结案 于1000万宗 破记录 网友 根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S发布的2023财政年度报告 他们通过引入新技术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 成功处理了1000万个案件 这不仅是过去10年来首次减少积压案件数量 而且减少了15% 创下了记录 USCS强调 他们将继续关注海外人道需求 并加强以就业为基础的移民政策 报告中 USCS局长贾度URMJD 对团队的表现表示赞赏 他们坚持以公平 诚信 尊重的原则 为民众提供服务 过去一年的表现令人自豪 除了刷新案件数量记录 他们还提供了重要的人道援助 应对世界各地的危机 并通过创新方法提高了服务水平 统计数据显示 去年他们处理了1000万个积压案件的同时 也收到了近1090万份新申请 这两个数字同时刷新了历史记录 显示工作效率在提高 其中 87.8万人成功完成入籍程序 其中包括1.2万名军人 规划申请的平均处理时间 从10.5个月缩短到6.1个月 USCS表示 他们引入的新技术效果良好 其中自助服务程序上线后 民众可以在网上重新预约生物特征登记 全年共完成了3.3万余次预约 他们推出的企业地址更新系统 已经处理了超过43万次网上申请 使客户服务中心的电话查询减少了31% 此外 他们还设立了网上预约申请表 收到了超过1.6万份外地办事处的预约申请 通过设立1-800号码发送短信服务 改善了民众与部门之间的沟通流程 移民局强调 与国务院合作的成果 他们发放了超过19.2万份就业相关移民签证 这个数字比新冠疫情前大幅上升 在不同的类别中 一些申请人的就业授权文件 EATS的有效期增加到了5年 国际企业家规定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 Rule和EB 易移民签证等计划的法规解释更加清晰 为了简化申请程序 民众在更改或延长非移民状态时 也无需预约或缴纳生物特征收费 最后 USCIS表示 全球正面临着二战后最大规模的难民危机 为了照顾难民的人道需求 他们的面试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 实际人数超过10万人 并且他们还接收了6万多名难民 他们还配合拜登政府 向古巴 海地 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民众 提供安全有序的合法移民渠道 并设立了第六个服务中心 专门处理弱势群体的福利申请 对中国强硬 美国一重要主席宣布放弃连任 网友 盖拉格的决定不再竞选连任 可能会对美国众议院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运作产生影响 他在该委员会的领导下 积极推动对中国的调查和制定相关政策 尤其是在经济 安全和人权等领域 他的离任可能导致该委员会的工作 受到一定程度的中断和不确定性 同时 盖拉格对中国的强硬立场 也可能在该委员会的接任者中受到挑战 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取向 另外 盖拉格的离任也可能对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产生影响 盖拉格一直以来对台湾持友好态度 他计划访问台湾的举动 引起了中国的关注 然而 随着他离任 这一访台计划可能会受到影响 未来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力度也可能受到影响 总体而言 盖拉格的离任对美国的中国政策和与台湾的关系 都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未来的接任者将需要继续推动对中国的调查 和制定相关政策 并保持对台湾的支持 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地区稳定 美国直升机失事坠毁五人丧命 网友 总结 其中大约600亿美元将用于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争 虽然这一议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但众议院的命运仍然不确定 乌克兰战争已经进入第二年 众院共和党多数对美国帮助乌克兰持敌对态度 美国总统乔拜登批评共和党人拖延批准对乌克兰的新援助 并表示如果国会不支持乌克兰 那将是近乎形势疏忽的行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对华盛顿的帮助表示感谢 并强调乌克兰仍然面临战争的巨大挑战 他表示感谢理解这一点的美国伙伴们 并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只有在看到眼前的力量时才会清醒 而乌克兰当天表示 俄罗斯无人机对哈尔科夫式发动了攻击 造成至少7人死亡 包括3名儿童 并摧毁了房屋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 乌克兰空军称击落了23架来自俄罗斯的无人机 这次军援议案的通过对于乌克兰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支持 但是最终能否获得众议院的通过仍然不确定 众院共和党多数对美国援助乌克兰 持敌对态度 而乌克兰战争已经进入第二年 总统拜登批评共和党人拖延批准乌克兰援助 表示国会不支持乌克兰将近乎形势疏忽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美国的支持 并呼吁继续支持 因为乌克兰仍然面临来自克里姆林宫的侵略威胁 乌克兰当天表示 俄罗斯无人机对哈尔科夫式发动了攻击 造成多人死亡和房屋破坏 乌克兰空军称击落了23架无人机 重击 美民主党竟无备用人选 网友 美国特检报告指出拜登的记忆力问题 引发了关于他健康状况的担忧 然而 尽管拜登的支持度较低 他仍然拥有政治实力和党内支持 这使得换人上阵的可能性变得困难重重 此外 除了副总统贺锦丽外 目前没有其他候选人愿意挑战拜登 而且他们的支持度也不高 第三方候选人和中间派非盈利组织的出现 可能会对选举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但不太可能改变拜登或川普任何一方赢得大选的结果 对于拜登来说 他面临的挑战是年龄无法改变的事实 他可以通过更多的访问 市民大会和记者会来改变公众对他的看法 同时发表更严肃的演讲来解释自己如何处理高龄问题 然而 除非选民不再关注他的年龄问题 否则他只能希望选民将票投给他 选择一个比川普更稳定和合理的总统 总之 尽管拜登的记忆力问题引发了对他健康状况的担忧 但他仍然拥有政治实力和党内支持 换人上阵的可能性较低 除了副总统贺锦丽外 目前没有其他候选人愿意挑战拜登 并且他们的支持度也不高 拜登可以通过增加公开活动和发表严肃演讲来改变公众对他的看法 但他仍然需要依靠选民对他的支持来赢得大选 大西洋上一块宝地 中美争夺美战略前院 网友 最近 有报道称 中国计划在非洲加鹏建立一个海军基地 引起了美国的关注 美国认为 这将对美国在大西洋地区的战略利益构成威胁 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阻止中国在非洲的军事扩张 其中包括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合作 提供培训和支持 以及提供经济援助 美国还呼吁非洲国家拒绝中国的港口投资 以防止中国在非洲建立军事基地 尽管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不断增加 但美国仍然坚称自己是非洲的首选伙伴 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向非洲投入550亿美元 以支持非洲的发展和安全 报道还称 美国对中国的军事野心提高了警惕 美国已经向赤道几内亚总统发出外交接触 寻求与该国加强合作 并阻止中国在该国建立军事存在 美国还邀请赤道几内亚军官 观摩美国领导的海军演习 并提出帮助该国打击海盗的想法 美国官员表示 他们将继续密切关注中国在非洲的行动 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阻止中国的军事扩张 最后 美国政府将非洲视为其战略前院 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军事存在 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 美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来阻止中国在非洲的军事扩张 包括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合作 提供培训和支持 以及提供经济援助 尽管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不断增加 但美国仍然坚称自己是非洲的首选伙伴 并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向非洲投入550亿美元 以支持非洲的发展和安全 习对台以无计可施 余茂春专访 信息量很大 网友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表示 中共对台湾的事实上的独立以无计可施 他认为 台湾人坚定追求独立 不吃中共威吓 并且已经树立了一个有效执行民主过程的榜样 他分析 习近平若考虑到代价 机会和能力 武统攻台的可能性并不高 但他也警告称 习近平可能将台海作为未来总体战的起始点 因为中共是一个侵略性极强的政权 且已在全球扩张军事基地 余茂春建议台湾创造多边联盟 打造其国际形象和国际空间 余茂春还分析了中国的政经现况和中国年轻人的思维 他认为 中国政府与人民已经形成了一种公开化的对抗 中国的青年人也有本能地反抗共产党的一些非人性的东西 对于中国经济的复苏问题 他认为习近平没有从结构面来解决 只是加强了共产党对经济的全面干预 并进行宣传和造假 他对拜登与习近平的对话表示 对话是中共最需要的 但实质意义不大 因为对话只是形式 真正通过峰会解决问题的例子并不多 总之 中共对台湾的威吓已无效 台湾人坚定追求独立 习近平考虑到代价 机会和能力 武统攻台的可能性不高 但习近平可能将台海作为未来总体战的起始点 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严重 中国青年对共产党的反抗力量增强 拜登与习近平的对话实质意义不大 小飞机坠毁美公路大爆炸 还撞上轿车 网友 佛州一架载有5人的小飞机 在试图紧急降落时 撞上了公路上一辆轿车 导致机上两人死亡 三人受伤 事故发生在佛州的75号洲际公路上 机上的乘客原本准备从俄亥俄州飞往佛州 但飞机在起飞后不久就报告引擎故障 要求紧急降落 然而 飞机在降落过程中失去了联系 最终坠毁在公路上 目击者描述飞机坠毁的情景 称飞机拽向前方的车辆 并撞上了公路的墙面 引发了巨大的爆炸和火势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航空总署 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